梁舟慈 唐 王翰 葡萄美酒 夜光碑 玉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梁舟慈 唐 王翰 葡萄美酒 夜光碑 玉饮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梁舟慈 一文 酒盐上酣醇的葡萄美酒 盛满在夜光碑之中 正要唱饮时 马上琵琶也声声响起 仿佛催人出征 如果醉卧在沙场上 也请你不要笑话 古来出外打仗的 能有几人返回家乡 葡萄自汉朝 由西域传入中原 但用来酿酒的风气 到唐朝还是以西域为胜 夜光碑相传是周穆王时代 西湖用白玉京制成 因光明夜照得名 此碑此酒 又有如此洋溢着 湖地情调的马背上 琵琶弹奏来重新 几个富有特色的异象 焦香映衬 就把边地均盈的开怀痛饮 渲染得滑艳不俗 神采动人 而又淋漓尽致了 即便醉倒了 躺在沙场上 你也莫要取笑啊 这既是微带醉意的话 又是带有沉痛 却能放达的生命体验的话 你看古来征战 有几人生还 既然生命是从战场上 捡回来的 就不妨看得开一点 活得潇洒一点 让他在美酒 祈碑和胡乐中 实现自己悲壮的辉煌好了 面对茫茫沙场和胡风九炎 此时对战争与娱乐 生与死的体验 也带有几分唐人的豪华感 和豪华感 和豪华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